486新菜抱抱進軍新竹 這次我們來到竹科附近的 La Vultra Chef 自肉餐酒館 餐廳營造高級私人招待所的隱密感 外觀低調 這裡最出名的就是乾式熟成牛排 店裡重金使用 要加超過一輛國產車的乾式熟成櫃 還有超特別的巧克力和牛 這次我們也品嘗了整個套餐內容 到底味道如何呢 這道是什麼 魚子醬泡麩 所以它這裡的開胃菜 對 我們來吃吃看 這真的是很巧思耶 這個我覺得 現在要開這個餐廳 餐酒館 真的是很不簡單 都要有很多的創意 而且要不斷的去嘗試這個味道 菜色要很吸引 一口把它吃掉 非常好吃 彼此醬呢 它整個在嘴巴裡面爆開來 有一點鹹鹹香香的 鹹鹹鹹鹹 對 因為它再加上它泡芙的奶油 整個厚在嘴裡 然後它那個泡芙又很鬆軟可口 就一吃下去 整個胃口實力都大開了 這一道呢也是非常的創意耶 超特別的 而且這跟我們一般吃到的這個鮪魚 這個沙拉都不太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對 因為它用的是鮪魚頭部喔 一般我們都是吃刺身啊那個地方 那鮪魚頭部呢 它的這個肉質呢 是比較有那個油脂的 很小聽到我說會吃鮪魚頭部 對 因為它的數量也真的是少啦 聽說一頭鮪魚大概就是0.2% 這樣的一個比例 真的很沉稀喔 對啊 然後搭配主廚精心的這個溫泉蛋 然後柚子 對 蛋黃 然後再加上柚子胡椒 感覺很特別耶 對 這個醬汁 我們現在就來吃吃看 而且這上面呢 主廚還有放了一些什麼呢 筋箔 魚子醬加筋箔 哇 這適合吃起來 好嫩喔 它這整個吃起來非常非常的滑順 而且鮪魚的油脂很香耶 對 對 加上因為它也有那個溫泉蛋的這個蛋黃 然後還有這個柚子醬 這個口感呢很多層次 太創意的料理 而且這一道喔 真的非常的好吃 這一道洋蔥湯呢 是我最愛的洋蔥湯 大舟最愛 是的 那我們這邊啊 這個Chef呢 他在製作這個洋蔥湯的時候呢 他跟我們傳統 不管是法式的洋蔥湯 或者是義式的洋蔥湯 他的手法是完全 截然不一樣 是鹽焗的 對 那什麼叫鹽焗呢 就是用粗鹽 把整顆洋蔥包起來 然後再放到烤箱 小火慢慢去烤 大概烤大概三個多小時 把這個洋蔥的整個水分呢 都給吸光了之後呢 然後再跟那個牛筋湯啊 高湯一起再去燉煮 一起燉煮 對 所以它這個洋蔥的鮮甜的滋味呢 就完全化在這個湯裡頭 我們來喝喝看喔 裡面還有牛筋 是 大家這個味道真的是喔 好甜喔 洋蔥的甜 真的很好喝耶 而且它有負麵包 所以要沾麵包這樣吃 對 來 我們來吃吃看 我們剛剛在畫面當中就有看到啊 Chef先把起司啊 撒在上面之後呢 它只是用噴槍去噴 所以它的表皮呢 雖然說浸泡在湯裡頭 但是呢 有一部分它還是很酥脆 真的 酥脆 然後吃起來比較有口感一點 嗯 完全顛覆我們一般對 那個傳統洋蔥湯的想像 對的那個想法 接下來這一道喔 沙拉真的是非常的厲害喔 它這一道的名字叫做 手切 伊比利生火腿 對 蘆筍沙拉 對 那這個最厲害最厲害 當然就是它這個 伊比利的這個火腿了 它這個火腿呢 是西班牙鏡喔 是這個品牌 那這個是黑鏢 很厲害的 我們這個那個生火腿熟成 大概是可能十二十八個月 對 就已經算很久 我們今天吃到的這個是 已經頂級到頂級了 因為它光熟成就要三十六個月 三年耶 對 光三年 一個小時就長大了 對啊 然後那個 這個一整隻 我們剛剛有看到畫面 一整隻喔 慢慢這個切 所以我們來品嘗一下 就是說 它這個火腿 跟一般的這個火腿呢 有什麼不一樣 對 有什麼不一樣 先來吃一點原味 哇 就這樣薄薄一片 這一片呢 可能就要怎樣 就要三千塊了 會不會 因為他說整隻要八、九萬 對 真的是不簡單 我覺得它這個熟成喔 真的也是一種很神奇的一個地方 就是你看看起來 它已經熟成了三年 可是它吃起來呢 還有一個相當香的這個肉香之外 它其實它還是有一點點的油脂 所以你吃起來並不是說那種乾柴的那種感覺 我第一次吃到這種火腿的味道 對 那這個火腿我很喜歡的原因就是 有時候有一些火腿呢 它太太鹹了 嗯 這不壞 對 它味道太重了 然後它這個有一股淡淡的這個清香 所以這個真的相當不錯 尤其是Chef非常巧思 它又搭配了什麼呢 下面是蒜 然後上面是什麼呢 溫泉蛋 對 然後我們要來把它一起來搭配著吃 是我們來看看說這個整個味道滋味呢 它又會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加上這個蒜頭 香香酥酥的 然後很滑嫩 很滑嫩的這個蛋白 這好好吃喔 我覺得Chef啊 我們剛剛在跟他聊天的時候呢 我們不要看這個Chef好像很年輕喔 其實它的這個雛林已經有十幾年了 它最擅長的就是那種西班牙的這個料理 然後它本身喔 對這個日式料理它也很有研究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得到這個很多 它這家餐酒館 它融合了很多日本的一些元素啊 技巧啊 然後再跟這個比較西班牙這方面的 融合在一起 所以整個這個味道喔 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啊 接下來就是重頭戲 巧克力和牛及老湯牛排 不過到底巧克力和牛是什麼啊 趕快請Chef幫我們解說一下 其實巧克力和牛 它馬路拉這個牧場啊 它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在飼養過程中啊 每天會餵食他們家的和牛 兩公斤的巧克力 它來增加一些啊 多餘的熱量啊 讓他們油花啊 更豐富 然後肉汁香起來 帶一點淡淡的焦糖奶油味 馬力烏拉這個牧場啊 也是2022年度的 和牛大賽的冠軍 所以他們品質啊 是非常的棒 老湯牛排的話 它是Ranger Valley的 特有的一隻黑牛的品牌 它是特別在於 它是超長期的股市 300天以上 幾乎快當和牛在養 相對來說啊 它的風味啊 油脂啊 也會比一般的黑牛來說更豐富 等了那麼久 今天的主角終於來了 而且一次來兩樣 兩種 對 在這邊呢 我主題前面這個呢 是老饕牛排 我的最愛 然後要特別介紹的呢 是我前面這一邊 超特別的 是 為什麼特別呢 因為它是巧克力和牛 什麼叫巧克力和牛呢 它就是每天吃兩公斤的 巧克力長大的牛 對耶 這個很厲害吧 每天就吃兩公斤耶 真的是爽度有高 所以呢 我想說 我們就先來吃吃看這個 巧克力和牛的滋味 剛剛看那個Chef在那邊煮的時候 哇 真的餓得真的 差點在那邊上 很費工 打滾了 真的是 因為味道真的太香了 真的很好吃 我們吃的這一塊哦 它的油脂 你可以看得到哦 它並不是說 油脂非常非常的多哦 所以這個和牛牛排哦 最怕的就是什麼 就是肥 就是油膩 對 因為那個你可能吃下去 很大量的油脂 所以會比較容易膩 但是它這一塊呢 因為它 其實這個油脂 真的不是說那麼多 但是它的肉質 還是非常的鮮 好吃耶 那是不是有點酒香 嗯 對不對 真的有一點點淡淡的 淡淡的酒香 蘑菇 植物季的牛排 它這配菜也是很好吃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吃吃看它的老蒲 老蒲 因為我們這個是用碳烤的嘛 這個肉呢 本身都有那個 碳烤的那個香味 我們來吃吃看這個老蒲 好嫩耶 真的很好吃 起來哦 外面呢 香香 焦焦酥酥酥的 然後那個肉質 它就非常的軟嫩 太好吃了 LeVouche Chef 四樓餐酒館 是由三十歲的主廚 Robin帶領 別看他年紀輕輕 可是有超過十幾年的餐廳經歷 貼心的Robin 每季固定更換菜單 就是要讓顧客們 每次上門 都能有全新感受 陶醉在乾式熟成牛排的 美料滋味裡 哇 今天真的吃好飽 好好吃哦 是啊 這真的是視覺與味覺的享受 對不對 所以下一次486新菜包包 要帶大家來開箱哪邊呢 敬請期待 比笑 小宇宙 跟著我點頭 抓住節奏 搖過你的耳朵 好想屯空 飛起來 你踩了反